大家好,我是阿贝 近期杀核模式增加了派发功能 刷物资的时候 可以把物资直接刷到每个人的背包里面 工具人刷得勤奋一点 就能实现所有人无线子弹的功能 既然是无线子弹 那玩就玩大一点的 本期我们玩35vs35 铁拳导弹夺农场 把农场夺下来的一方活成 注意啊,我刷铁拳的时候呢 全场玩家就对有打药的行为都会被中断 刷物资频率大概6到20秒一次 战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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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穿门一炮把对方带着 差点还放倒了敌人的队友 红防选手和蓝方对撕 啊 红防选手被炸倒了 哎呦 能不能赶来救援呢 还要流血而亡了 期限啊 在他失血的时候赢救了 哼 赢救的动作被铁拳抓紧打断了 冤死啊 红防愤怒了 势必要为队友报仇 刚才就是这儿杀爱开的炮 硬扛着导弹有球卖队友 快走啊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快走 快走 这位红防玩家是怎么了呀 或许是因为本局比赛 强制开启第一人冲的关系 他少没留意到身边的三个敌人 他越打越害害到点位置 第一人冲灵状 这打的都是傻 一圈喳喳 还是需要我徒手 取消无敌 关闭工具人模式 不来了 都给我趴下 给我趴下 给我趴下 放到一个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破火 侯方还剩21个人 侯方只剩下一个了 侯方的铁拳开始庆祝了 侯方少不知道危险 正在靠近 侯方独狼的铁拳差点命中他了 他还在跳舞 他还在跳舞 他还没法赢过来 独狼强行把他给打倒了 可惜局势还是不能牛爪 游戏结束 恭喜红方获胜 以上就是本局游戏的全面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能够欢迎订阅 赞 关注支持下辈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评论区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